採了天菜羹 很漂亮 然後還有1 2 3 4 5 6 7顆 現在這個 將那個甜菜羹切好 切好以後 就放進來 你要把它打碎 今天 我早上去 巡視的時候 把這些甜菜羹 長得最大就是這樣 所以 我就全部 全部給它 摘回來 那 因為 我們是很 以前 台灣好像很少吃甜菜羹 聽說西洋的 西洋的比較常吃 那 我現在 我也不知道 有什麼樣子 會比較好吃的方法 所以我乾脆我就趕快拿來 包水餃吧 最快的 方式 而且 而且我們也沒有辦法一次吃 吃完的話 你包水餃至少 你還是可以 慢慢吃 還有一些韭菜 韭菜慢慢的 韭菜會一次呢 就是 你踩再一次 它就會 或是比較 你常常去割到 它就會 會長得更好 其實 其實 一個人 吃的 我現在先 加一點油 加一點油 鑊 看看 看起來好像 很香 看起來好像 有 我這樣 很香 很香 有 鮮肉 調皮 鮮肉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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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菜跟高麗菜 搅拌 混合以後 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天菜根 然後這裡是雞胸肉 我用雞胸肉 等一下給他攪拌已經有 天菜根跟高麗菜 內餡 水餃肉內餡 然後調味料是 肉棍水蘭 胡椒蘭 黑胡椒 哈希莉 西瑞文 自製甜菜跟水餃 然後那個 口味 我是用甜菜跟打汁 然後加高麗菜 調味料可以自己 喜歡然後去調製 這個是沾醬 這是 蔥 薑 蒜 嗯 如果你覺得 原菜根 它的口味 它的很奇怪 那你如果想到它的好處 你就會 嗯 就會吃 因為它的確有很多的好處 哇 我放過 發生 總之 我們會不會 你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